嗨,大家好,我是坦皮书,在那天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3年9月18号,这期啊,咱们聊一聊这个民营经济,为什么聊民营经济呢? 今天啊,我看这个胡云敬老师啊,发了一个博文,他这个文章很短,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说国家做了鼓励民营经济活跃的很多努力 但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并未顾全大局,推出的一些措施继续给人不断加强管制的印象 给社会面上增添了紧张和不确定性,就像是地上撒了很多米 一群鸟围过来干要吃,喷的一声就有人放了一枪,鸟全吓飞了,鸟又围惧过来了 喷的又有人放了一枪,鸟又吓飞了,放枪者很不解 我并不是冲这些鸟开的枪啊,他们没必要那么胆小飞跑啊 挺形象的,希望各地各部门,包括舆论产生的人们坚听 让经济重新强劲起来,提振全社会信心 这无疑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 大家应记得这个大局,呼应他 为营造经济繁荣大环境,做出各自的贡献 胡锡进老师这个微博写的很有意思啊 他把当前这个民营经济这个困境了 他比喻成啊,你看国家是要提上发展民营经济的 文件政策出了很多,但是为什么好像效果不佳呢 他把民营经济企业家这个民企致富小嫩手带头人 比喻成鸟,然后过来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 有人放了一枪,鸟就吓跑了 一会儿这个鸟饿啊,孩子来吃啊 结果又有人放一枪,鸟又吓跑了 这个鸟啊,想好好的吃一顿这个食物啊 安安静静的,对吧,吃顿食物都办不到 放枪的人也很冤枉,说啊,我又不是打这鸟 对吧,说不定他是打别的东西打兔子呢 管你这个鸟什么事啊,管你鸟事啊 你瞎飞什么呢,所以他也很冤枉 这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 你不管他这个博文写的怎么样啊 是什么样的意思 总之啊,他是为民营经济说话 说的方式对不对,力度够不够 角度对不对,这个总好过啊 家头那样的人啊,去攻击民营经济 这胡锡进老师他在这个叼盘之余啊 叼盘是他的规定动作,例行动作 如果不叼盘,那家头老师就失去了意义了 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就像那个我们的大A啊 你不让他融资,那大A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那就可以关门了,胡锡进老师啊 大概其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你也不能否认,他在叼盘之余啊 在叼盘的那个空单啊 那个方向不太明确的时候 风向也不是很明确的时候 他还会说几句人话 或者准确的说啊 就是流露出一点这个正常人的一些心智 这个跟家头完全不一样 但是胡锡进老师呢,说的 我觉得还是有点高级黑的意思 就是他把民营企业家啊 在中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的 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股力量 但是他通过鸟去和这个食物 和这个,哎,拿枪的人 还有和这个什么,撒食物的人 他通过这个比喻啊 他把这个民营企业家和政府之间 就比喻成政府是捕猎的 鸟呢,就是企业家 然后政府出台镇子呢 就是给地上撒点石 哎,引诱这些企业家来 对吧,引诱这些鸟来吃啊 引诱鸟来吃干什么 政府现在出台镇子 让企业家要发展这民营经济 和这个往地上撒点石 让鸟过来吃 你怎么想啊 胡锦老师这么比喻 这不太妥的 这个比喻模糊了 甚至是矮化了政府和民营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矮化了这个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经济 这个发展中的地位 民营企业家变成个猎物 当然了,胡锦老师也比较鬼啊 因为他是舆论场上 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人 他通过他的朋友的口 把这个话说出来 他说是他朋友说的 他听说的 他还说这挺形象的啊 希望各地各部门 包括舆论场上的人们监听 这个说舆论场上的人监听 指的就是加特老师 特质加特老师 他是不点名的啊 让经济重新强劲起来 提振全社会信心 这无疑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策 这个民营经济重要性咱就不多说了 连这个政府的文件里面全部是的 从来没有说民营经济不重要 但是这个舆论场上就有这样的声音 隔三差五的就要出来 就要来开一枪 对于民营企业家那时候呢 你老有人开着一枪 实际上就不停地在提醒他 这样有威胁 随时做好跑路的准备 加特老师也很冤 说我没有打击其他民营企业家 我没有这个攻击民营经济啊 我只是说了联想什么这个那个的 他当然不承认了对吧 他这个合集啊 现在网上都是 大家可以随便看 世界媒体上全是加特老师的合集啊 有人起了个名字叫 司马南占鱼利 就比较有意思 也很形象 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发展 确实是倾注了很多这个经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咱们为了民营经济发展 对民营企业家出台了很多这个叫什么 优惠政策 照顾政策 从这比如说提倡民营企业家加入社团 加入种种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地位和身份 社会地位啊 包括这个资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能不补的就不补 能不诉的就不诉 还有地方这个政府的领导说 谁要跟民营企业家过不去 我就跟他过不去 这种报道非常多 还有甚至啊 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有医院呢 专门设了这个企业家窗口 民营企业家窗口 这民营企业家 你看病你优先 对吧 咱们见过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特殊的窗口啊 你比如说火车站 对吧 卖票的地方 他有军人优先 或者残疾人优先 学生优先等等吧 银行也有啊 银行也有什么 这个他的窗口啊 有什么军人优先 或者老年人优先等等 现在这个医院呢 他搞出了一个专门的窗口 叫企业家人大代表优先 你看 这就是给企业家地位 但是大家看上去 感觉就是怪怪的 心里不舒服 给企业家一些特殊地位 我们没有意见 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是希望 你政府的资源里面 另外掏着一块地位 就是说从增量里面 给企业家地位 而不是从存量里面 你从存量里面 给企业家地位 给企业家一些优厚的待遇 那实际上 因为存量嘛 你给企业家优先 给企业家这个特殊待遇 那你侵占的就是其他 韭菜的待遇 韭菜的福利 你拿韭菜的福利做人情 你能不能拿政府的那一部分 或者从增量里面 让企业家感觉到特殊 对吧 不一样 本质上就这样的 对吧 那本来这就是公共资源的 你本来医院看病就难 你还搞个通道 说只看 或者是叫什么 民营企业家 人代代表优先 那你说其他人看病不更难吗 你这 挤占的是韭菜的这个资源和韭菜的待遇 是人为的制造不公平 我倒是觉得啊 让民营企业家放心 让民营企业家安心 搞合民营经济 最关键的 是要把家头老师的对立面 要把它放出来 容属别人说话 有人说啊 需要这样的政策 那样的政策 什么这个制度 那个制度 那些啊 太远 对吧 你一说就说到根上了 就要从根开始 要根除 对吧 要彻底改变 这个太难 那个是一个长期目标 短期力很难达到 我觉得眼下要做的 就是把家头老师 这个对立面的声音 把它放出来 这个让企业家感觉到这个宽心 觉得你有诚意 家头老师就是那个放枪的人 你想想是不是道理 那家头老师对立面那些人 他就不让家头老师放枪 他会抵消家头老师放枪的这个 威力和负面影响 他自动就会帮他抵消了 那民营企业家是麻雀 对吧 是鸟雀 他也没那么紧张 对家头老师来说呢 他放枪是他的天职 他认为对吧 不放枪 他的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 跟家头跟那个胡怡进老师一样 不雕盘 那他就没有存在意义 那也行啊 对吧 你开枪 家头老师说 这鸟群里面 确实有害群之鸟 确实也是的 民营企业家里面不都是好人的 民营经济里面也有不好的地方 也需要人去开枪 那既然有人开枪 就应该有人去反对开枪 或者给开枪要揪偏 要让人知道你这个枪不是冲所有的这个鸟去的 那谁来做这个呢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家头老师对立面 容许人家说话 这是第一步 把这个先做到 企业家他才能初步的安心放心 否则的话 没有家头老师的对立面的声音 那么企业家他就认为 这个家头老师就是代表政府的 他就是代表政府来放枪的 今天冲这个鸟放枪 明天就能冲那个鸟放枪 最终的结果就是说 树上七只鸟 打死一只 还剩几只 没了 那六只都飞走了 还那么傻 站在那让你打 所以就是一地鸡毛 所以我一直认为 不要说那么多 说那么深 你舆论上面要翻开一点 你只能属家头的声音 这本身就是没有诚意 我一直认为家头老师的这个言论呢 有危害 但是他危害性没有那么大 他为什么危害性这么大 现在就是因为你把 本来能够跟家头老师进行中和的 那些声音 你把它去掉了 人为的促使了 人为的放大了 家头老师这个言论的危害性 家头老师他又不是专家 又不是学者 他就是个胡同串子 真正相信他的人非常少 稍微一点头脑的人都不会信他 但为什么现在他危害这么大 就是因为出现了真空啊 你抽真空了 对吧 你把另外一个声音 人为的给他去掉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家头老师造成了危害 你不能把这个账 把这个责任 全部算到家头老师身上 家头老师 充其量就是个网络喷子 就是开枪的 他在舆论场上开枪嘛 什么时候 马云又像十年前一样 在电视台上到处做节目 当人生导师 在那指点江山 什么时候这个刘强东啊 又到处去演讲 说他脸忙 什么时候这个马化腾啊 也敢出来说说话 你看看现在 这些人哪个敢出来说话 都是在那唯唯诺诺 吓得大气都不敢 你这个情况下 你说让他翻新大胆的发展 搞民营经济 这些人他只能是一边答应 对吧 写保证书 表忠心表态度 一边加紧把钱往国外转移 我倒是觉得民营企业家 民营经济 根本就不需要你出什么特别的政策 什么特殊照顾 什么搞一个特别的窗口 一是同仁就行了 这个家头老师啊 为什么很多人信他 实际上他已经破产了 叫信誉破产 是因为很多人把家头老师啊 单做什么 呃 老虎大众啊 单做底层人的一个代表 一个传身筒 替底层人发言 这个也是非常荒谬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啊 这个时候也很多人不如意啊 生活不如意 工作不如意 发展的不好 他把这个归咎于改革开放 归咎于市场经济啊 认为这都是这些导致的 如果是按以前那个搞法 人人平等 对吧 人人是一样的 我出一天的工 我就是一天的工分 对吧 我今天在地里干活一天 那大家都一样 同工同仇 对吧 你马云也是上一天班 干一天的活 你凭什么成为什么 一万富翁啊 我也是干了一天的活 拧了一天的螺丝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他有他的一套理论 所以这个失忆的人呢 混得不好的人呢 收入低的人呢 他就很容易被家头老师 带偏了 认为他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 搞这个市场经济 导致的 他本末导致了 他不知道啊 穷人改变境况的 唯一办法 就是市场经济 我们听听这个专家呀 张伟导是怎么说的 穷人改善境况的 唯一办法是市场经济 好多人有个误解 或者市场经济 就是对富人好 就完完全全错了 你看瓦洛 突然之间 某个农村的姑娘 一下就瓦红了什么 这也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 对不对 你真正如果关心穷人的话 你就应该 创造一种好的创业 创新的环境 让人口当中的企业家 精神得到很好的发挥 那只要人口当中的企业家 精神好好发挥出来了 那么 穷人就有希望了 本身你没有大的能力 可以找到基本的工作 去养护自己 或者你本身就可以 变成企业家了 我们好多的企业家 都是底层出身的 就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 在富豪马上的人 20年前 30年前的什么 大部分全是受坏底层的 但是这就是市场经济 它改变了原来 就是学而优则是吗 是吧 我在1984你就提出 就是从学而优则是 改变为学而优则商 学得好的人 应该做什么去 应该做企业去 你去政府当官 只要是分配财富 它不创造财富 只要你去企业 你真正做工杀业 你必须创造财富 你不创造财富 就完蛋了 我说了一句 提到一句 哪个地方市场 就放在好 起家多 哪个地方 贫困人口就少 尤其在农村 我有统计数字 市场划程度高的地方 人就用起家 密度高的地方 农村的贫困人口就少 而且城市的 低保人口的比例也少 就是需要救济的人就少 就是你只要市场化了 那起家精神发挥 就每个人都可以 找到生存的机会 其实他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他仍然可以给自己 找到一个改善生活 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人要走回头路 你说这个就非常让人匪夷所思 在美国的一所山学院里面 课堂讨论的时候 大部分同学都主张平均社会的财富 那这个是人的一种本能 都是就是朴素的 叫公平公正嘛 就大家都一样 没有什么矛盾 诶 中国有著古话叫 不换寡而换不均 就是大家都穷不要紧 没有不要紧 都穷也不要紧 大家一样就好了 穷要一样的穷 富要一样的富 叫不换寡而换不均 你只要这个均衡了就行 所以咱们动不动 每次到这个叫风云际会 改朝换代的时候 那个口号就是均贫富 叫存在即合理 你老有这种思潮 那说明人的脑子里面 他是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在 所以在美国的一所山学院里面 讨论的时候 这些精英呢 他们也认为 社会财富应该平均分配 说这个教授啊 没有做任何评论 对这个他也不想给你们辩驳 教授只是说 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就是每一个学生的成绩啊 跟全班的平均成绩是一样的 就是班上50个人 对吧 这次考试平均成绩是B加 那你每个人的成绩就是B加 这不就是平均主义吗 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的 就大家都没有压力 而且也不会有不及格的 都一样嘛 说我们下次考试就这么办 说结果第一次考试 大家都得到了B加的平均成绩 这不挺好的吗 不管你努力不努力 不管你学的怎么样 反正大家成绩都一样 都是B加 但是呢 这个努力学习的同学就在想了 我努力学习也不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哪怕我的成绩本来是A加的 结果给你一平均之后 变成个B加 所以说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 我也不去上课 我也不去上字棋 所以他呢就懈怠了 从此放松 那些本来不及格的同学就在想 反正你看我学不学都能B加 一样 我就更没有必要去努力学 还去补课 还去上字棋 去背书 在这种想法下啊 第二次考试 平均成绩就变成了B减 B减大家还是这种心态啊 对吧 反正都一样 第三次就变成了C 这时候啊 同学就开始找教授了 说啊 不能再这样了 再这样下去啊 都不及格 因为这个平均成绩一直在往下滑呀 马上滑到地了 所以这个教授就讲啊 平均分配财富 结果就是这样 虽然一些人在短期内得到了好处 但是很快这点好处就吃完之后 结果就是普遍的贫困化 这个印度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饿死人 为什么饿死人 乌克兰好像是上个世纪是四十年代还是几十年代 五十年代 也是大饥荒 当然了 它名字叫大饥荒 实际上它不是大饥荒 说的叫天灾 实际上它是人户 也是饿死几百万 三几年吧 实际上它跟这个美国山学院 这个案例啊 有某种契合之处 当然了 我们说了每一个事件呢 它都是由各种因素叠加而成的 它不可能是单一因素形成的 对吧 同时那个国际社会背景 加上这个印度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浮夸风什么的 它是叠加形成的 饿死那么多人 但是它的最根本的 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均贫富 大家可以找找 当时的这个资料和文章看一看 印度干实行这个人民公社 吃大锅饭的时候 然后把每个人家里的锅给它砸掉 你家里不能生火 不能做饭 到点到食堂吃饭 你说多好啊 都是干部待遇啊 吃食堂嘛 你干部不就是吃食堂吗 想法是好的 刚开始那个印度人呢 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半年不到啊 粮食吃完了 开始短缺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还拿这个来说事 来糊弄 对吧 混淆 让这个很多混的不如意的煽动他们 让他们对改革开放 对这个市场经济产生不满 所以他们就希望搞计划经济 希望国企一支独大 全部是国有 国有嘛 最后就是大家都一样 凭准分嘛 你说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它也不是马云的 它是全民所有制 人人都有份 如其让马云赚钱 不如让中国移动赚钱 那这就是最简单的这个逻辑啊 你在这种逻辑之下必然是要把民营经济给搞死 因为民营经济它是个人的是个别人的少数人的跟劳苦大众没关系 你回头看看家头的理论它就是这种理论 所以前年这个反民营经济达到高峰顶峰的时候 就有人说了民营经济识相一点 要退出舞台 对吧 你自己退出最好了 不要让人请出去了 自觉一点 是不是有这样的文章 有这样的说法吧 有这样的思潮 然后再曲解这个共同富裕 把这个共同富裕等同这个叫军贫富 然后又来一轮 逼着这个下的马云马化腾 这阿里巴巴腾讯开始捐款 二话不说 先捐它多少亿 所以我一直认为 你要发展民营经济 第一步 记住了 这只是第一步 先要把家头老师的对立面 对吧 容许人家说话 我一直在这观点 不是说不让家头老师说话 不是说不让家头老师开枪 容许他开枪 对吧 他爱冲谁开枪 冲谁开枪 他的枪威力不大 打不死人 大家怕的是他背后的人 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是谁 他背后站的是谁 你让另外一种声音出来 那大家就认为 这个家头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他都是代表 都是这个国家容许的 对吧 都是这个政府容许的 如果你不让这个另外一种声音出现 那大家就天经地义的认为 家头即政府 政府即家头 家头老师就是政府的敖犬 令人讽刺的是啊 因为家头老师的对立面 发不了声 被锁喉了 声带割了 所以这个家头老师的这个叫友军吧 或者叫侧义 胡怡进老师 变成了家头老师的对手 你说说这不叫讽刺吗 所以这个家头老师啊 他们这一拨人经常把毛头就对准了胡怡进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那些认为家头老师啊代表底层民众啊 代表这个为劳苦大众说话 这个人你就可以歇歇了 家头老师啊只不过是利用你的无知在赚钱 一旦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 一旦这个国有企业一股多大 民营企业没有了 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啊 你的境遇 你的状况也得不到改革 唯一变化就是穷人变多了 你还是穷人 那这回谁得利呢 权贵 权贵的工资 虽然比你高不了多少 权贵的这个 好像他财富 比你也多不了多少 但实际上呢 隐藏的财富 他的待遇 不可能跟你一样 这个实际上不存在均贫富 永远不可能出现 为什么仿佛一直在进行呢 为什么仿佛一直在路上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 看胡锡进老师 他的微博 我的一些个人感谢 跟大家探讨 供大家参考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至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